哈喽大家好我是Gary 那Gary应各位鸡美的一个要求来出一个这个视频 就是教你怎么把杂草给去除 然后铺黑布 然后把Munch给铺上去 然后防止这个杂草再次出现的一个视频 如果你住加拿大一个Townhouse或者正文的话 对杂草肯定是特别的厌恶 如果有杂草的话 你出了一遍你放在那百分之百 如果你不做任何处理的话 那杂草肯定一两天两三天又会冒出来 就相当于无用功 那第一步的话就是戴上手套 把主要的杂草都给拔掉 大家要注意这种戴刺的蒲公英特别刺人 而且还要注意一下这个砖头下面的一个虫子 最好还是把手套戴上 然后戴上手戴上口罩 对因为这种蒲公英特别的烦 它那个刺特别多 如果你戴上手套 你戴厚一点薄一点的话 它还是会刺穿的 那接下来的话 顺便把这个砖块间的杂草也除一除 因为上次除这个砖块间杂草的时候 Gary的话没有放胶纱 所以说一两天的话 这个杂草又长出来了 大家反正如果要去除杂草 然后交杀的一个视频的话 前面好几个 这就是手扒完的样子 其实有根在里面 但是不要急 你先把它拔干净再说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的话 咱们就用大铲子 小铲子的话速度太慢了 咱们就直接上这个大毯子 一定要把土里的这个根 一定要全部挖出来 不然的话你把黑布图上去的话 再长出来的话也很难去掉的 咱们就把这个土块给挖出来 然后把它敲碎 把里面的根给取出来 这一步的话要特别费时间 这么个小地方的话 Gary的话差不多 清了大概两三个小时 就是你把根尽全力的清出来之后 一些叶子草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埋在里面 这都不是什么大事情 然后你也可以检查 你的土周围的话 有没有蚂蚁 有蚂蚁的话 你就把蚂蚁也去掉 那如果你像Gary一样 在墙边来搞这个工作的话 你尽量修一个斜边 那为什么都是斜边 因为冬天快来了 那么溶雪的话 像我上次那个视频 讲那个dance spot 那个视频之后 你可以把这个大的斜边 想象成一个dance spot 因为Gary在之前的视频 也说过冬天的话 房子周围的雪 或者是水的话 都要把它铲掉 那这样子的话 相当于就是一个大的dance spot 就可以把你的雪 或者溶存水 排到一个距离 比较远的一个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Gary说 要搞一个斜边 然后扣黑布 它就有一个引流的一个作用 那这样你也会避免 这个地下室受潮 或者是发霉这种现象 就一举两得一十三秒 就是Gary想说的话 其实家里的这些所说的话 都是相通的 就如果你来看Gary的视频的话 你可能在一个视频里面 会学到很多不同的内容 不仅仅就是一个 铺一个黑布 这么简单 其实很多东西 都会联系在一起的 那接下来的话 下个视频的话 可能明天后的后天再出 因为时间的话 Gary有点 不结 因为最多很多防花和龙花 出来很多 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联系Gary 欢迎关注点赞收藏评论 了解更多多伦多 发生在你身边的事